面对明年元旦 美猪开放来势汹汹 台湾养猪业者为了增加竞争力 纷纷展开多角化经营 桃园市府和养猪业者合作 开发沼气发电系统 用猪汁的排泄物产生了沼气 转成可用的热能和电能 5400头黑毛猪一天产出的沼气 可提供80个家户使用 而且每年还能减少3700公吨的碳排量 可以让我们本来的污染和废水 可以处理到正常可以排放的标准 这个美度电台电的收购是5.1块钱 比我们用美跟1.2块钱又更多 除了沼气 猪汁排泄物的沼叶沼渣 还能废物再利用 变成农田肥料 能有效解决臭味和废水问题 还能降低农民对化学肥料的依赖 虽然明年元旦 美猪就要强势扣官 不过台湾猪农结合科技 推动养猪场转型 让养猪产业多角化获利 还能解决污染问题 成功洗刷臭名 增加更多的竞争力 欢迎新闻 陈明晏 红夕与陈丽婷 台北桃源报道